大家好,我是华菲 今天这一个视频跟平时的视频是不太一样 我平时的视频是讲巴西的一些事情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内容比较特别 就是如果你不是喜欢绘画这一类的 你可以忽略我这一个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跟我平时的视频内容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也在巴西 你也需要买这种类型的铅笔 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参考 或者是你在其他国家你也想买这一类型的铅笔 如果你那边刚刚也有卖 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我是在这个网站上面买的 在巴西有很多的那些卖艺术品的网站都会卖这些东西 但是我是在这个网站 它也有一个实体店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相信它不是一个假的店 它会真的发货 这次我买的笔全部都是铅笔 笔芯全部都是5.6毫米的直径的笔芯 有三个牌子都是这个牌子的 还有一个是其他的牌子 是欧洲一个国家的牌子吧 它其实是一种自动铅笔 只是这个自动铅笔的直径特别的大 它不是那些0.3 0.7 0.9 它是5.6毫米的 然后到这一支 这一支它是一个木制的一个笔杆 这个是一个木制的笔杆 因为它是木头拿上去 它的笔触是感觉是不太一样 不会有那种塑料或者是金属那种冰冷感 木头的东西是比较温暖的 拿起来其实是很舒服 它是这支笔面最便宜的一支 但是给你感觉是比较温暖的 然后是这一个 它是这样 它很短 特别的真锈 它很真锈 然后它的材质比较 比较特别是塑料的 但是你看它这种 这种哑光 这个材质是比较 比较特别 我没有买那些铅笔有那个卡在袖子上面有一个东西突出来 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铅笔 因为我觉得这种铅笔 担住你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不舒服 画画你会转一下那个笔对不对 你一转它就卡住了 就停在那里我不喜欢 所以我买了这些笔 你看没有一个是有那个口袋那个东西没有 拿起来是比较重 这个是一个橡皮 其实我画画我很少使用橡皮 就是我尽量不使用橡皮 我觉得如果你线条够准确 你是不需要去更正的 如果你一直用橡皮去更正 说明需要多加练习 不怎么用橡皮 但是还是买一个 因为有时候打线稿 铅笔打完线稿 还是要把那个线稿给擦掉什么的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橡皮 这个橡皮它看起来很硬 但是实际上它也是 它是软软的 它是可以动的 它不是那么硬 但是看起来有点硬 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硬 是一个正常的橡皮 后面这都是它们的笔芯 其实你们想为什么我要买几支 我想要试一下不同颜色的那个笔芯 我不要说啊 这次我用完这个颜色 我想换个颜色 我还要把那个笔芯拿出来 还有它们很好看 我就想啊 可以买多几支 放着也没关系 什么的 就很多画画的人都有这样的 这样的感受啊 这是第一个笔芯 6B的笔芯 5.6毫米 它这里有个海绵 它这里有6根这个笔芯 有它的牌子的雕刻一些信息 这个是6B 是4B的 4B6B代表的是它的软硬度 这个是它比较软 这个不那么软 但是也是软的 这一个是不同颜色的 因为我想试一下 如果你画不同类型的东西 有不同的颜色会怎么样 白色的话 有时候是你画画的时候 会有一些特别的效果 来你可以用白色 有时候是高光 或是你有一些特殊的需要 你可以画上去什么 所以我也买了一个白色的 有点像粉笔 但是它出来的效果 应该跟粉笔是不一样的 最后的这一个是另外一个牌子 我也想试一下不同的牌子的笔芯 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我看到也有那些5.6毫米的铅笔 但是它们的外观大部分我都不太喜欢 所以我没有买它们牌子的铅笔的外壳 我想试一下它们的笔芯怎么样 这个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是一张纸 其实跟这里是很像的 只是它放了不同的这个纸 作为一个包装 它也是直接这样打开 这个是一张纸 然后这些它的一些规格 比如说它这里是2B 每一根上面都有它们打印的一些信息 它们配了一个2B的笔芯 也是这一个牌子的一个笔芯 确实自带了一个笔芯在里面 它自带的是一个2B的一个笔芯 它也自带了一个笔芯 笔芯的信息是2B 然后你可以控制你想要的强度 你都可以可以自己控制什么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笔芯 也是一个2B的笔芯 然后还有这一个 这个也搭配了 但是这个笔芯要短一点 因为它的笔比较短 不一样的长度 所以这也是长度是不一样的 它们的一些细节也是不太一样 这三支是同一个牌子 但是它们的细节 这些地方也是不太一样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这些一些花纹 这个金属这个地方就是光滑的 我试一下画质是什么样 画起来特别的稳 完全没有任何的晃动 还有这个铅笔的笔芯是非常的顺滑 非常的顺滑 如果你是用过非常多的铅笔 你会一上手你就会知道 那个笔芯的质量有没有 是不是顺滑 有没有一个突出来的 有一些很不顺滑的地方 我试一下其他的 这一个笔芯也是很顺滑 这一个笔芯也是很顺滑 感谢大家观看我这期视频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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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